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反老还童茶 反老还童茶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邓阿姨创作出来的茶 叫做反老还童茶 要找我还是她 居假宣传 我们厨房阿姨 看起来像18岁一样 就是天天喝这个茶 笑起来谁都有 小孩子笑起来也有种 今天没喝 18岁喝点 这就是一个美容的茶 我们准备了 蓝莓 葡萄 葡萄一定要这种颜色的 葡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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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头发你经常吃得挺好 她说如果有长白头发的话 经常喝这个 就会长黑头发 就是会长这么黑的头发 甚至哦 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糊子都长出来 她说的啊 我都是跟上去 就是如果你有白头发 喝点这个挺好 接下来呢 就把它倒进来 接下来把它上面举举 把它取掉啊 蓝莓这个对眼睛好了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多爽子就按你的大鞋 放上水 咕咕咕咕 煮15分钟 哇 三老环童茶弄好啦 我闻到我的感觉 我年轻两岁 哇你看这感觉 而且这个还很像红酒 它还挂杯耶 我怎么自制出了一种红酒的感觉呢 哎 这个好耶 现在这样大家记住吧 我喝完了啊 我从来啊 咦 鸡 鸡 我是太小了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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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是喝完这个 真的会觉得皮肤好 因为本来喝水 就会对皮肤好 然后你再喝点这些 对身体特别好的 肯定更好 当然了 返老还童是太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 你保持好的心情 让我有了三个宝宝以后 很容易紧张 我以前是天不怕天不怕的 哪怕今天没拉爸爸呀 今天睡得不好呀 他们抢玩具了 很多很多会让我着急的事情 但是 我们小鸡阿姨跟我说 要让我放宽心 然后最重要的是 轻轻松松的面对一切 我也要继续加油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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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